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向华强最如日中天的时候 永胜公司总部大门 被人扛着机枪一阵狂扫 向华强也在公司里 这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一阵慌忙过后 向华强急忙掉来一批好手 用来保护自己和弟弟向华胜的安全 可仅仅两天后 向华强谨慎地离开了永胜公司 身边一群保镖簇拥 但没走多远碰的一生 一个黑影硬生倒地 好在打倒的是一名保镖 其他保镖健壮 迅速围成一圈保护向华强 并朝对方隐藏的地方射击 很快西伊安的人越来越多 对方只好仓皇而逃 随后经过调查 需要暗杀向华强的事 同为西伊安的陈志明 此人性格气场跋扈 虽然没有任何背景 但打几架来不要命 在香港几乎无人敢惹 据说李连杰前经纪人 蔡子明之死跟他也有关系 但就在此次偷袭向华强不成后没多久 从没出过香港的陈志明 不知为何来到内地深圳 刚下飞机就被逮捕 此次音讯全无 不得不说 这陈志明原本在香港无人敢惹 但一得罪了向佳就出事 可见向佳在香港的地位和势力可见一般 圈内的众多顶级巨星 梅艳芳 刘德华 李连杰 都曾受过向佳的恩惠 而如今向佳最出名的莫过于 有着新九龙皇帝之称的向华强 从黑道到影视圈 一直都流传他的传说 不过细细想来 从小妾之子到如今的光景 向华强的前半生 总是被幸运之神所眷顾 当然作为江湖上的大哥 总也少不了相艳往事 而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和陈兰 李小龙情人丁佩的45年魔幻婚史了 向华强的父亲名叫向前 是一个出了名的狠角色 在香港和赌王和红参差不多 他曾是军统少将 战争结束后被派到香港执行秘密活动 随后成立了著名的黑社会组织新一安 在八九十年代时 新一安规模高达十余万人 实力强大到一度成为香港第一黑帮 向前因其叱咤风云 呼风唤雨的派头实在太足 于是在香港有着九龙皇帝之称 那既然是皇帝 必定后宫充沛 向前一共娶了四房一太太 生了13个儿女 多到连名字都记不得 向华强也表示 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父亲摸自己头都是有次数的 排名第十的向华强 是三房太太的所生 然而由于这位三房年纪太小 性格也表懦弱 从而导致儿子向华强 在这座豪门大院受尽排挤 1953年 在向华强不满五岁的时候 向前被港英政府 以涉黑的名义驱逐出境迁居台湾 他在香港的所有产业 全部都留给了长子向华言 作为新一安的第二代龙头 做了四十多年 新一安在他手上迎来了巅峰时期 成员最多的时候达二十万余人 别看向华言平时思思文文 要最多他那时候 也就二十一二岁 能力不容小视 而反光向华强这个小透明 毛都没牢到一根 他和母亲一度住在 当时的穷人区九龙城 童年过得相当悲惨 对父亲是有点埋怨的 而在这众多的兄弟姐妹当中 还有一个人跟他一样不受待见 这个人就是二房所处 与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向华盛 两个人经常抱团取暖 惺惺相惜 谁能想到 多年后 这两个最不受待见的人 却成为了向家在香港立足的中流砥柱 向华盛进军澳门博彩业 何报报长 地位举足轻重 向华强则在理财经商 方便有过人之处 对整个香港和娱乐圈影响颇深 1970年以后 过够了苦日子的向华强 决定带着弟弟去台湾投奔父亲 可这时 曾经的九龙皇帝 已经63岁高龄 连家都不回的他 根本指望不上 走投无路的向华强 也破冠破摔 但却在这个时候 迎来了命运的转折 他也开始书写自己的幸运上位史 投靠无果后 向华强拉上弟弟 一起干起了餐饮的小买卖 但干了几年 并不顺利 兄弟俩来到台湾寻找创业机会 可没想到 一心想做生意的向华强 却在无意之中 打开了另一扇天窗 彼时的香港 正在李小龙的影响下 刮起了一阵功夫热 1973年的一天 相视兄弟和朋友们 在茶餐厅喝茶 见眉心目 以表堂堂的向华强 引起了台湾星探的注意 虽然他仗得白白净净 但因为长期锻炼的原因 皮肤白硕刚毅 称得上是风流倜躺 非常适合当时的武侠片拍摄 如果由他来担当男一号 一定会有不错的反响 就这样在朋友的鼓动下 25岁的向华强 阴差阳错地走上了电影之路 这一年 他的第一部电影 《龙虎地头蛇》上映 票房18万 连李小龙电影的领头都不到 也是这一年 天怒英才 才33岁的功夫巨星李小龙云落 猝死在了情人丁佩的床上 此事一出引起了 全国上下的一片轰动 李小龙的暴毙 也影响了丁佩的一生 一时间丁佩被外界议论纷纷 打骂声和讨伐声一片 他整日都活在外界的指责当中 更有李小龙的狂热粉丝 声称要让丁佩偿命 这段日子也成了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每天都生活在痛苦和自责当中 精神恍惚一度自闭 第二年 向华强与丁佩在电影《铁证》中有了交集 因为丁佩状态不佳 向华强也是非常绅士地对他很是照顾 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让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升温 向华强也是好运 恰巧遇到了在低谷期的丁佩 丁佩当年从第一期中营演员训练班毕业 出演多部影视剧《走性感路线》 尤其是龙刚导演的《应照女郎》 可谓是叫好又叫做 若不是因为李小龙 相信丁佩也会在香港影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都说在一个女人最脆弱的时候 最容易被感动 此话不假 经过一年多的交往以后 向华强终于走进了丁佩的心里 1976年两人终于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不久后生下一个女儿向永恒 老婆孩子热炕头 向华强开始全力拼搏事业 在铁正之后 向华强还拍摄了英雄榜《盲女奇缘》 还和陈慧毅 红金宝 一起出演了《老虎煞星》等大量电影 但无奈演技实在太烂 竟然都反响平平 拍了这么多影视剧 所有人提起他只能想起 是那个娶了李小龙情人的人 回忆起年轻时 那段惨烈而滑稽的打星生涯 向华强曾说 我是真的不喜欢演戏 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最赚钱最风光的莫过于影视行业 和刘伟强一起知道了 《无剑道》系列的《麦兆辉》 曾讲过自己入行的经历 他回忆最初 自己只是因为喜欢看电影 于是一时兴起 才考了演艺学院 随后受到 TVB减指向例行的赏识 收他作为助手 就这样对拍摄 一窍不通的《麦兆辉》 进入了影视圈 他至今还记得 对方告诉他 完成一部电影 就可以拿到一次工资 一部戏一般拍三个月 就可以完工 结果第一部戏 他就拿到了九千块 在当时 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助手 一个月都能挣三千块 可见影视业的暴利 一本万里的生意 向华强深知这一道理 但是又不会演戏 怎么办呢 那就拍戏好了 向华强和向华盛一拍即合 决定但制片人 进军香港影业 可以没钱 二没权势 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 此时 向华强似乎是散发了主角光环 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台湾第一美魔陈明英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向太 陈兰 在女儿出生之后 丁佩可能是对李小龙的死 还有阴影 也可能是内心的自责 亦或是在逃避外界的舆论 开始了吃斋念佛的生活 也是因为如此 向华强和丁佩的婚姻 早已名存是亡 而那个时候的陈兰 还不是现在又胖 又凶大姐大的样子 正值青春年华 精明能看又貌美如花 和公认的大美人关志林一起合照 也完全不输 最重要的是 向华强是唯一让她心动的男人 甚至还为了向华强 拒绝付好几亿台币的礼物 此时 丁佩得知这一消息后 并没有张口 跟向华强要分手费 更没有合向太征的头破血流 而是放手成全了两人的感情 两人于1980年离婚 最后向华强跟陈兰结婚 对于前妻的成全 向华强于心不忍 离婚后还养了丁佩40年 陈兰毫无怨言 详称不得不说 这两个女人都不是简单的人 后来为了支持向华强 陈兰做起了服装贸易 两个人一起努力赚够了本钱 随后一起携手进军电影行业 开拓江山 更幸运的是 此时 大哥向华言入狱 新一安群龙无首 向华盛接手 成为了香港最大帮会公认的新主人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直到现在兄弟二人 一直都不承认 他们是新一安龙头的身份 有了钱 有了权 兄弟俩开始书写传奇 1984年 向华强大儿子向左出生 1987年又生下向右 随后向华强和向华盛 一起成立永生电影公司 同年刚满19岁的张敏 正在街头发传单 向太慧眼石珠 把他拉入了自己的公司 这才有了他的回眸一笑 绝世风华 进入永生之后 张敏和已经成婚的向华盛相恋 成了永生力捧的主角 向华强的眼睛狠毒 虽然他自己演不好戏 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谁能为自己带来利益 除了彭女星之外 他还擅长造邪星 在拍摄《赌神》的时候 周星驰虽然戏份不少 但终究是个小人物 向华强不愿他就此埋没 便从李修贤手中 买了好几部周星驰的片约 此后周星驰就成了 永胜公司的御用演员 1990年初 香港电影迎来双周一城的时代 永胜和周星驰之间互相成就 向华强的事业越做越大 可他为人仗义 只要有人求助就出钱出力 陈兰觉得 一直这样做那好人不是长久之计 但无奈他又不擅长处理这些关系 陈兰只好放弃之间的服装工作 全身心投入影视行业 渐渐地 他们形成了一种模式 向华强在幕后指点江山 向太冲在前面大刀阔斧 向华盛则在遇到威胁时武力压制 处理起艺人的琐碎事情时 向太也是几乎艺人承担 很少麻烦丈夫 可以说 没有向太 也没有向华强的今天 上个世纪 是香港电影最好的时候 也是香港电影最坏的时候 1992年 29岁的李连杰 与原公司加和闹翻 事件在香港引起渲染大波 本人蔡子明强势介入 为李连杰摆平纠纷 但就在谈好合作的第二天 蔡子明就死于枪杀 后来李连杰把经纪人换成了姐夫 姐夫又出车祸死了 直到向华强出面 把李连杰这个摇钱术 移到自己后院 才没有人感动他 蔡子明出殡这一天 梅艳芳在和朋友唱K时 被黑帮老大要求唱歌 但梅艳芳不从 结果对方一巴掌甩过来 不唱 不唱就别想走 梅艳芳无奈打电话 跟向太求助 向太亲自出面 才解决了此事 而在向太帮助过的明星中 最值得一提的 还是张伯志 张伯志进入娱乐圈初期 因为父亲烂赌 而被黑盗下了江湖奸杀令 是向太觉得 张伯志有潜力 才出面帮他摆平麻烦事 然而张伯志对向太的力捧并不珍惜 经常在拍戏期间耍大牌 彻底断了往日情分 刘德华生意失败 向太知道后 二话不说 拿出几百万 绝口不提还钱的事 因为这些种种 向华强在香港的势力 一步步被扩大 成为了接捧父亲向前的存在 也被称之为新九龙皇帝 不过尽管事实如此 他们的势力 所有人都有目共睹 向华强和向太陈兰 还是在鲁玉有约中澄清 一点黑色慧的行为都没有 承受了很多流言蜚语 向华强到底有多黑 不管他是不是黑色慧的人 他在娱乐圈中的龙头地位 是不可改变的 像是兄弟是否属于 新一安成员 众说纷纭 不过无论如何 作为社团创始人之后的他们 多少也吃到了 新一安带来的红利 灰色背景是始终都无法抹除的 而这其中 受益最大的莫过于向华强 这些年来 香港电影没了当年的景象 向华强则渐渐淡出电影圈 开始专注炒股 并进军澳门赌业 砖得盆满钵满 不得不说 向华强的目光所及 甚是长远 不得不让人佩服 也不得不让人佩服 对于室友